食物安全中心自2011年起 為食品含有的塑化劑設行動水平 並納入行常監察計劃中 在去年食安中心在超級市場和街市 搜查了317款食物樣本 檢查7種塑化劑的含量 結果發現98%的樣本含有超過1種塑化劑 不過普遍產品的塑化劑處於低水平 沒有出現故意添加的情況 其中有2款食油和2款中式白酒的樣本 塑化劑含量都超出行動水平 據了解分別是大槍食品花生油 塑塔橄欖果渣油 五涼純濃香型白酒 和金星高粱酒 另外亦都有一款免治豬肉的樣本 其中一種塑化劑含量水平也都偏高 食安中心認為產品有改進的空間 所屬的連鎖超級市場也都已經承諾會停售 不過食安中心經評估後認為 除非成年人每天大量攝取以上幾個樣本 塑化劑的含量才會超出安全參考值和行動水平 否則對健康風險好微 呼籲市民無需擔心 食安中心亦都說 油脂和高濃度酒精的化學特性會將塑膠內的塑化劑轉移到食物中 而製作過程中器具和材料亦都有機會滲入塑化劑 食安中心已經同業界會面 強調要為食品簡選合適的包裝材料 Live TV 記者 徐家迅報導 Live TV 記者 徐家 suit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